烟雾充满整条巷子几乎伸手不见无止 消防队员头戴探照灯 使用工具切开紧闭的铁卷门 要尽快找到起货店 还有部分消防员进到公寓大楼内 挨家挨户疏散附近邻居 以免发生意外 过境发生在10号凌晨12点多 台北市大同区西宁北路上 一栋十层楼的公寓 只见浓烟不断窜出 住户逃出时也被呛得频频咳嗽 带你来听一段消防访问 目前出库燃烧面积大概是20平方公尺 那财务损失的部分目前还在带沽 透过烟雾方向 消防队员起先怀疑是 未在一楼的中药行仓库引发火事 破门后才发现并非起货店 再次进行搜索 原来是四楼首先起货 根据了解 四楼是一间公司航号 里面堆满大量衣物 却不明原因在深夜引燃 索性这些火警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好 感谢观看